大家好 我的这个会员网站今天正式开通了 这是我最新的一个官方网站 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大本营 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如果大家加入会员的话 可以看到我在YouTube上面所有的会员节目 包括公子读书的栏目 还有我拍的一些Vlog 另外还有我所有的文字作品 这会比之前公布过的一些文章要更多更全 我也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分享 我的最新动态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你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会员网站 既然已经有一个20多万人订阅的YouTube的频道了 难道还不够吗 其实答案很简单 目前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我们单打独斗 没有任何的组织的支持 没有任何团队的运作 在YouTube上面能够达到目前这个水平 已经算是很侥幸了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 就是即使有这么多观众在支持我的频道 我还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平台才能够存活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说我们随时在养人鼻息 寄人篱下 平台可以随时掐断我和观众之间的连接 不管是YouTube还是推特还是Facebook 任何一个大的平台 在过去这一两年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网络舆论的环境 我们就不难发现 受中共的统战大外宣的影响 还有美国一些科技企业的垄断等等因素 即使是墙外的英文的社交媒体 都越来越靠不住了 一旦被黄标 被禁言 甚至被封号 被盗号 很多的努力都会复之东流的 连美国的前总统都会因言获罪 被推特 油管 跟脸书集体封杀 请问还有谁能够保证自己会幸免遇难呢 一旦遇到的话 那么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甚至都找不到我了 不知道我去哪了 就像在中国墙内发生的一样 我的所有的平台 不管是微博 知乎 小红书 还是微信公众号 已经遭到了全面的封杀 就是我的言论自由被彻底的剥夺了 其他人根本就听不到我的声音 而这种情况即使在前外 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所以说即使在这个自由世界 如果我们不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声 和获得关注的话 或者是向线下发展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会被人遗忘 这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特征 这就为什么很多的自媒体 都纷纷开设了第二频道 第三频道 大家的求生欲还是很旺的 所以说为了长远考虑 我创立了这个会员网站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时也不能封杀得了 喜欢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 可以加入会员网站 和我保持联系 永远不失联 已经加入YouTube 或者是Patreon会员的朋友 我建议你可以重新加入 这个网站的会员 转到这个网站上来 因为你可以继承 甚至享受更多的权益 比如说收看所有的会员节目 即使你不转过来也没关系 至少要记住 公资省.com这个网站的域名 以防失联 那么加入这个网站会员 会有一个会费 价格参考了YouTube 跟Patreon的会员费 一方面的这个费用 可以支持这个网站的运作 支持我继续的协作 另外一方面 我们这个小圈子 也需要一个门槛 考虑到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 我分了几个等级 大家可以随意的去选择 就全当是对公资省的网站 和节目的赞助了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不管是否加入会员 对我来说 各位都是一样的重要 既是我的聆听者 也是我在精神上的朋友 更是我的知音 我会继续努力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来回报大家 感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